大家好,我是Risha Klederman, 和Sinen Kualo。 从1992年首次到华至今,理查德·克莱德曼每年都要到中国巡演,从上世纪90年代满街都是自行车,到如今的遍地共享单车,理查德说自己见证了中国的改变。 1992年,我第一次来中国时,最直观的感受就是,满大街骑自行车出行的人,火车和机场都很成就,有趣的是,现在中国的汽车变得非常多,各种各样的道路设施,还出现了共享单车这样的业态,这说明中国在互联网共享经济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,我到中国演出时,看到人们的衣着和举止态度,和刚来的时候发生了很大变化,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吧。 除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,理查德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在音乐领域的创新和进步,他注意到,近年来,包括电子音乐,嘻哈音乐等多种风格的音乐形式在中国乐团兴起,中国在音乐领域的创新和融合令他感到欣慰。 我认为这很棒,我们不能只活在过去,现在的古典乐在几世纪前也是当时的流行音乐,我很高兴越来越多新形式核心风格音乐出现了,现在也有年轻人把很多古典音乐中耳熟能详的旋律,用音乐混音等新的科技手段进行新创作,我对这种古典与流行的结合感到很欣慰。 从至爱丽丝到水边的阿迪丽娜,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作品因通俗流畅,旋律优美,成为几代琴童烂熟于新的入门乐谱。 据中国音乐家协会统计,目前中国学习钢琴者已超过三千万人,已少年儿童居多,作为几代琴童的偶像,理查德坦元,成为钢琴家不易,从音乐中获取知识,品味和乐趣,对孩子来说已很有价值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,对孩子进行音乐教育启蒙是很有益的,通过学习乐器,可以给孩子呈现另一个世界。 我不得不承认,成为一个钢琴家是一件难事,有很大的机遇成分,甚至以音乐谋生都很困难。 孩子们能够从音乐中得到的知识,品味和快乐,对他们的成长已经非常有价值了。 当晚的演出中,理查德·克莱德曼还演奏了《星球大战》、《蝶中蝶》、《007》、《夺宝奇兵》、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等经典影片主题曲及配乐,为观众呈现一场听节盛宴。 据悉,理查德·克莱德曼2019北京青春音乐会将于1月26日再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奏响。